罗克菲勒加信 七 信念是金 作者 洛克菲勒 严硕一 信心的大小决定了成就的大小 只要相信我们能够成功 我们就会赢得成功 我从来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相信信心是成功之父 1903年6月7日 亲爱的约翰 你说得很对 雄才大略的智慧可以创造奇迹 然而 现实是 创造奇迹的人总是辽若成心 而泛泛之流却在背出 奈人寻味的是 人人都想要大有所为 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一些最美好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巴结别人 过着平庸的日子 也没有人喜欢觉得自己是二流人物 或觉得自己是被迫进入这种境况 难道我们没有雄才大略的智慧吗 不 最实用的成功智慧早已写在圣经之中 那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心足可移山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失败者呢 我想那是因为真正相信自己能够移山的人不多 结果真正做到的人也不多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那句圣言为荒谬的想法 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以为这些不会得救的人犯了一个尝试性的错误 他们错把信心当成了希望 不错 我们无法用希望移动一座高山 无法靠希望取得胜利或平步青云 也不能靠希望而拥有财富和地位 但是 信心的力量却能够帮助我们移动一座山岳 换句话说 只要相信我们能够成功 你也许认为我将信心的威力神奇或神秘化了 不 信心产生相信我确实能做到的态度 相信我确实能做到的态度 能产生创造成功所必备的能力 技巧与精力 每当你相信我能做到时 自然就会想出如何解决的方法 成功就诞生在成功解决问题之中 这就是信心发威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能登上最高阶层 享受随之而来的成功果实 但是他们绝大多数 偏偏都不具备必须的信心与决心 他们也便无法达到顶点 也因为他们相信达不到 以至找不到登上巅峰的途径 他们的作为也就一直停留在一般人的水准 但是少部分人真的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功 他们抱着我就要登上巅峰的心态来进行各项工作 并且凭着坚强的信心而达到目标 我以为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当我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 我就自信我一定会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 强烈的自信激励我想出各种可行的计划 方法手段和技巧 一步步攀上了石油王国的顶峰 我从不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相信信心是成功之父 胜利是一种习惯 失败也是一种习惯 如果想成功就得取得持续性的胜利 我不喜欢取得一时的胜利 我要的是持续性胜利 只有这样我才能成为强者 信心激发了我成功的动力 相信会有伟大的结果是所有伟大的事业 书籍 剧本 以及科学心知背后的动力 相信会成功是已经成功的人所拥有的一项 基本而绝对必备的要素 但失败者慷慨地丢掉了这些 我曾与许多在生意场中失败过的人谈话 听过无数失败的理由与借口 这些失败者在说话的时候 时常会在无意中说 老实说 我并不以为他会行得通 或者说 我在开始进行之前就感到不安了 或者说 事实上 我对这件事情的失败并不会太惊奇 显然 采取我暂且试试看 但我想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态度 最后一定会招致失败 不信是消极的力量 当你心中不以为然或产生怀疑时 你就会想出各种理由来支持你的不信 怀疑 不信 潜意识要失败的倾向 以及不是很想成功 都是失败的主因 心中存疑 就会失败 相信会胜利 就必定成功 信心的大小决定了成就的大小 庸庸碌碌 过一天算一天的人 自以为做不了什么事 所以 他们竟能得到很少的报酬 他们相信不能做出伟大的事情 他们就真的不能 他们认为自己很不重要 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显得无足轻重 久而久之 连他们的言行举止也会表现得缺乏自信 如果他们不能将自信抬高 他们就只能在自我评估中萎缩 变得越来越渺小 而且他们怎么看待自己 也会使别人怎么看待他们 于是这种人在众人的眼光下 又会变得更渺小 那些积极向前的人 肯定自己有更大的价值 他就能得到很高的报酬 他相信他能处理艰巨的任务 真的就能做到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的待人接物 他的个性 想法和见解 都显示出他是专家 他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照亮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 让我愉快正视生活的理想的 就是信心 在任何时候 我都不忘增强信心能力 我用成功的信念 取代失败的念头 在我面临困境时 想到的是我会赢 而不是我可能会输 当我与人竞争时 我想到的是我跟他们一样好 而不是我无法跟他们相比 机会出现时 我想到的是我能做到 而不是我不能做到 每个人迈向成功的第一个步骤 也是不能漏掉的基本步骤 就是要相信自己 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要让我会成功 这一关键性的想法 支配我们的各种思考过程 成功的信念 会激发我的心智 创造出获得成功的计划 失败的意念正好相反 使我们去想一些 会导致失败的念头 我定期提醒自己 你比你想象的还要好 成功的人并不是超人 成功不需要超人的智力 不是看运气 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成功的人只是相信自己 肯定自己所作所为的平凡人 永远不要 绝对不要廉价出售自己 每个人都是他思想的产物 想的是小的目标 就可预期成果也是微小的 想到伟大的目标 就会赢得重大的成功 而伟大的创意与大计划 通常比小的创意与计划 要来得容易 至少不会更困难 那些能够在商业 传教 写作 演戏 以及其他成就的追求上 达到最高峰的人 都是因为能够踏实 有恒的奉行一个 自我发展与成长的计划 这项训练计划 会为他们带来一系列的报酬 获得家人更尊敬的报酬 获得朋友与同事赞美的报酬 觉得自己很有用的报酬 成为重要人物的报酬 收入增加生活水准提高的报酬 成功 成就 就是生命的最终目标 它需要我用积极的思考去呵护 当然 在任何时候 我想都不能让信念出问题 爱你的父亲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